男人正准备暗杀美国议员 不料对方竟像蝴蝶一样吐出口气 这诡异的一幕直接给男人吓到不敢开枪 这时一旁的同伴看不下去 只见他拿起狙击枪瞄准女人脑袋 不断扣动扳机 随后迅速瞄准男孩 砰砰两枪瞬间将两个小孩解决 可就在他准备杀掉男人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一脚踹飞 一瞬间一旁的金毛也被放倒 原来是男人的保镖发现了他们 只见他轻轻一脚 金毛就被踹飞撞在石头晕死过去 即使面对和平使者和易锦的联手 他也能轻松硬的 这时和平使者还想反抗 不料却反被甩飞 听着对讲机里的惨叫 慕恩连忙拿起手枪前去支援 这时易锦拔出双刀以为能占到优势 不料却依旧不是对手 甚至还闹出乌龙被队友扎了一刀 很快打假赛的和平使者就被K了 看着倒下的和平使者易锦二话不说掉头就跑 结果却被一米五的保镖跳起来暴打 紧接着就被一套农夫三拳一拳 更比一拳田直接打冰 而另一边晕死的金毛被另一名保镖找到 就在保镖准备结果踏实 黑妹及时赶到 随后金毛砰砰两枪结束了他的性命 但被抓住的易锦和和平使者就没那么好用了 只见易锦疯狂坐着鬼脸 这给和平使者看门了